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129集 永辉七年争月新位 李治即告天地宗庙 正式下诏 费太子李中为梁王 梁州四世 改立戴王李洪为太子 存雷扬指 承涛之道援助 崇礼产要 守器之方私存 故能抚宁军国 永保邦家 降懒瑶图 免瞻辖策 祭业垂统 贤帅资典 戴王洪 道居敌允 天纵英姿 品质充华 神剑昭远 宫谦表志 人小居心 肃张锐哲之风 早通诗书之夜 朕以虚伯 方起吴江之作 永传不朽之机 取则乾王 司隆正续 一生上司 养德东宫 可立为皇太子 仍令所思 择日 备礼策命 李治与媚娘的夙愿 终于实现了 为了让天下人都分享他们的喜悦 李治宣布大赦 所有无品以上官员的子嗣 提训义等 向全天下八十岁以上的老者 赐素伯 皇宫 大宴三日 在大慈恩寺 赦斋 供奉五千僧众 并下令在李太的魏王府旧址建一座寺庙 名曰西明寺 为太子祈福 最后 李治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费永辉年号 改元 显庆 大唐建立以来 高祖武德 太祖贞官 一个皇帝终身只使用一个年号 还没有在位期间改元的先例 李治此举 无疑是向天下人宣布 大唐王朝 已经不再需要李世明的余晖 他要开创一个新时代 一个只属于他李治的时代 李红年仅五岁 李治和妹娘对他的期望却很高 安排了许多辅佐之臣在他身边 命于智宁 兼太子太傅 韩远 来济 许静宗 兼太子詹氏 李义甫 兼太子右术子 薛元超兼 兼兼孝太子左术子 高智州 张大肃 杨洪武 等宝学之士 为太子涉人 郭瑜 为己方 史元道等青年才俊 担任太子贤马 一时间 东宫 人才济济 可怜元太子李中将为梁王 前往梁州担任此事 这个职位啊 说是给他的安慰 其实呢 是打发他离京 小姐救日东宫的势力 李中悲气而去 临行前 向此别生母刘氏 都未能如愿 只带着几名宦官婢女 淒淒惨惨离开长安 除了曾担任东宫左术子的李安人 撒泪而别 其他的辽鼠传利 躲得躲 藏得藏 竟不敢来送刑 事态炎凉 令人感慨 心人笑 眼去旧人哭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沾妩媚娘母子的光 日渐示威的武士家族 再度兴亡 不但皇后之母杨真 被封为一品代国夫人 世世二十年的皇后之父 武士约 也被追赠为司徒 进封周国公 此世号 忠孝 五妹的一干兄弟 唐兄弟 也享天恩 五元庆 五元爽 五为良 五志元 五人范 等原本都是周姓小官 现在呀 都成了皇亲国戚 骤然晋升为四五品的高官 就连攀媚群 而登龙踏的寡妇 武顺也授封三片韩国夫人 当真是 河门直户 举足赞英 更幸运的是 李治 又特家恩惠 赐给武家一套宅院 坐落在京城西北 临近皇宫的 休祥坊 当年武士约辅佐 李渊举兵 也曾得到长安宅邸 但是 随着武家落寞 出手变卖 如今 凭借着武妹 李洪母子 又得到一座宅子 不但占地更大 而且距离皇宫 不过咫尺 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香车金落 奇迹滑流 奇迹起窗诸户 蓝高明竹 滑灯初上 映照金飞化堂 武士之人 邪家带口来到京城 齐聚在崭新的 周国公府 尽贺今日的恩荣 锦衣绣群 满头朱翠的杨夫人 端坐正堂 环顾飞袍加身的 武家子侄 脸上洋溢着 傲然的笑容 自丈夫王顾 求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二十年寒心如苦 鬓发蒙尘 托女儿之福 再想富贵 谁说 养女不如男呢 更值得夸口的是 当年他母女 受武家子侄冷育磕带 今朝时来运转 这帮不孝子 反而要仰仗 他母女之鼻息 人逢喜事精神爽 年纪冒迭的杨夫人 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腰板 挺得笔直 精神绝朔 神采奕奕 在彩竹明灯的照耀之下 满头的白发 都闪烁着 金灿灿的光芒 昔日高高在上之人 如今沉浮脚下 世间快意之事 无过于此 反之 则无比郁闷 武家子直望着 趾高气扬的杨夫人 回想当初 对他老人家的不敬 对当今皇后娘娘的怠慢 都不禁休难 尤其是武士约前方之子 武元庆 武元爽 以及媚娘伯父武士让之子 武为良 他们几个对杨氏母女 尤其不好 而现在 却都沾了人家的光 武元庆升任宗正少卿 武元爽 为少府少奸 武为良 为魏魏少卿 皆是从四品之职 又是不用担太大责任的 九四副职 无恩于人望得富贵 难免坠坠 有心说几句感恩之话 却偏偏放不下面子 可又不敢得罪杨夫人 何况 得人家好处 不能不成情 唯有拱坚缩背 尴尬陪笑 滋味 甚是难受 大人能矜持 孩子倒掩不住心情 武元庆的长子 武沈思 已过了五相之年 倒还罢了 次子武再思 三子武三思 还有武元爽的儿子 武成四 这几个孩子 年纪都还小 也没见过多少世面 一入长安 已是眼花缭乱 这会儿 又见满桌子 从未见过的 真羞美味精细果子 早就管不住 肚子里边的蝉虫 伸手便要抓来 大块朵仪 武元庆推开孩子的手 板着脸 训斥道 慢着 长辈未懂 轮得到你们吃吗 还有没有点规矩 老老实实作战 杨夫人手中 撵着念珠 不懈地瞥他们一眼 冷笑道 哼 让他们吃吧 干嘛委屈孩子 你们这些 当老子的平日不管教 临时在我面前抱佛脚 父为子刚 此乃上行下效 孩子没教养 不还是学你们吗 当初 你们又何尝懂得 尊卑礼数呢 瞧瞧这帮孩子 一个个黑眉乌嘴的 哪像公侯人家的郎君 吃完饭都去沐浴更衣 从今往后 都给我读书学礼 其实啊 再思成四他们 只是年纪小 没什么不堪 好歹他们是 杨氏名义上的孙子 身为祖母 应该疼爱 可是 他与袁庆等人恩怨太深 故而谦怨孙辈 对这些孩子呀 是横竖看不上眼 只把武顺的儿子 赫兰敏之 视为掌上明珠 反倒是把孙子 当作了外人 人在矮墙下 不得不低头 袁庆袁爽 丝毫不敢为傲 懒然称是 说道 母亲教训的对 即是我等之国 现在知道我对 当初又如何待我 这些年来 我母女何等苦楚 你们了解吗 你们问过吗 一起往事 杨夫人不禁唏嘘 武顺忙过来 抚着背安慰母亲 众子只见此情形 都坐不住了 纷纷离席跪道 说孩儿不孝 曾慢带过您老人家 杨氏将眼泪一甩 哼 你们武士 本非师叔礼仪之家 若非我妹儿 得圣上之宠 你们这些人 谁能混上无品 礼数之道 事于事亲 忠于事君 忠于立身 你们连孝顺都做不到 根子不正 何谈功名 如今不加罪 反而赏官 实在是太便宜你们了 圆静圆爽 连忙叩手 高呼母亲息怒 杨氏叹了口气 又把话网回收 唉 罢了罢了 好歹是一家人 这是皇后娘娘 一番好意 再者 老身出身于 红农杨氏礼仪之家 大人不计小人过 岂能与儿等一般见识 法华经有云 大慈大悲 常无谢卷 横求善事 利益一切 念佛之人 飞鸟禽兽尚且放生 何况你们这群大活人 就当我老人家 积德行善吧 只是从今往后 你们务必规规矩矩 不可再为傲老身之意 武家子职唯唯诺诺 但是心里却有点不服 固然我们做得不好 但您老人家就完美无瑕了吗 当年若不是您自视尊贵 瞧不起前方儿女 自私自利 处世不公 又何至于老头子死后 遭大家白眼呢 但是啊 风水轮流转 谁料到他母女今日得事呢 莫说受了恩惠了 即便不升官 以他母女现在的地位 那谁敢得罪啊 大伙儿唯有默默地忍着 由着杨氏坐进 杨氏眼见众人窝囊下 心中越发快意 恨不得把二十年来的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都抖了出来 郑说的解气 忽悠婢女来报 说李侍郎之子来拜和 武家子之无不择舍 自杨夫人迁居修祥方 来拜业的官员内眷 络绎不绝 王德姐侯善叶之流也罢了 现在连宰相的儿子都来了 面子不小啊 但是杨夫人 却是一副不吉不徐的姿态 只是淡淡说道 有请 回首 她又训斥诸子侄 还不快起来 都在地上跪着 叫外人瞧见 脸上好看呢 是是是 元庆为良等 匆忙起身 各归各位 不多时 便有婢女 领来一位青年公子 李义福本是英俊之人 其子李金 更是年少风流 虽然只是二十出头 但是受父亲如染 早已通晓世故 左右逢源 最近又被选为 东宫侍卫 正值春风得意之事 上得堂来 她便笑呵呵地 给杨夫人磕头 又向五家众人 长衣而拜 五家子之举止做作 又不善京城衙里 一个个相行见处 杨夫人略微欠身还礼 语气温和说道 又劳公子惦念 李金似得其父 笑脸迎人的真传 亲亲热热地说道 老夫人何必客套 莫说小的我 就是我父亲 也是您老的晚辈呢 何况 夫人乃当今皇后之母 告命在身 尊贵至极 礼当受全天下人尊养 小的冒昧前来 还恐失了礼数 叫您老人家笑话呢 他这张嘴呀 真似抹了蜜似的 句句都是甜的 公子过欲 杨夫人虽然这么说 心里却大为受用 卑微的日子过久了 二十年没听到别人 如此恭维自己 这会儿啊 总算是找回 人上人的感觉 真是扬眉吐气啊 今日小的奉父亲之命前来 一者夫人授封前来拜贺 二者听闻诸位贵妻皆已道经 家父久闻列位贤名 诚心雅目 可公务繁忙 无缘相见 派我先行问候 日后德侠一定相言盘缓 说着礼金再次抱权失礼 五元庆等人 何尝有什么贤名啊 这不过是客头话 全都是冲着皇后的面子 李义甫有心攀龙赋凤 结好外妻 可他现在是宰相 一上来就跟五家人打得火热 这确实不大妥 所以打发儿子 先跑来逢迎拍马 堂堂这汪水有多深 五家子侄没那么深的心机 头一遭被人高看 个个是受宠若惊 连忙是坐一还礼 倒把礼金下得不轻 连连躲避 罢手道 诶 列宫皆四品贵人 我既是下属又是晚辈 你们这是折杀我等啊 罪过 罪过 袁庆等人全然忘记现在的身份 自知露怯 脸上立刻羞红 杨夫人也不禁摇头 礼金却还是那么喜笑颜开 今日乃夫人家宴 晚辈不请自来不便多扰 改日 家父一定亲来拜往 另外 说着 他朝外招呼 见四个家婆模样的人 将两口大箱子 抬至远中 众人不明所以 问这是什么 礼金 越发的善笑 这两仙紧断乃是贺礼 列位国戚方至经中 恐怕还有不少家事料理 这就算是我父子一点心意吧 还望夫人和列位国戚 莫显简薄 杨氏有些错愕了 一者呢 他没想到李义府公然送礼 再者 李义府原非是豪门子弟 当初夜见天子首唱费王力武 皇帝赏得一壶珍珠 便高兴得上蹿下跳 如今当上宰相 还不到俩月已经这般阔绰 看来没少捞钱呢 但是 杨氏的错愕 只是一瞬间 他久力观察 尤其年少时曾亲见 亲文先朝宰相杨素 宇文术的敛财手段 也不把这当成什么大事 再说了 李义府能当宰相 还不是因为改议中宫这阵东风啊 若不是自己女儿想要当皇后 何以能内外勾结 搬到长孙无忌呢 他母女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得点回报 难道还不应该吗 想至此 杨夫人点头一笑 只是轻声说了一句 成令尊美意 便把两箱礼物 视为理所应当的东西 毫不客气地 收下了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